据媒体报道,高以祥意外去世后,目前遗体转往杭州殡仪馆进行防抚作业,现场有许多警察保安看守,经纪公司确认高以祥周一可以回台,如果飞机时间可以的话,应该会是周一下午。 据悉,他将长眠金宝山墓园,与邓丽君严凯泰当邻居,一路走好,希望高以祥爸爸妈妈节哀,也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开开心心地做他想做的事,想做的人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